这是一场女子52公斤级的综合格斗大赛 首先让我们有请蓝方选手来自法国 Comblue from France Jean François 这是一场女子的 MMA综合格斗之战 随着飘洋的法国国旗 我们即将迎来的是 首先出场的法国女将 Jean François 年龄28岁 职业战绩三战 两胜一副 升高一米六三 然后Francois是法国的 K1法国战的冠军 而且是2015 跆拳道的世界冠军 对于非常丰富的 战力打击技术丰富的大赛经验呢 Jean还有着非常显赫的 缠斗技的大赛的经验 她是2015年世界缠斗降服技的冠军 这场比赛Jean即将面对的是 之前在中国的诸多MMA女将当中 呼声很高的张伟丽 这场比赛跟张伟丽一样 Jean也是有着非常全面的技术体系 以及非常丰富的大赛经验 我们说到大赛经验 不仅仅是在MMA职业的赛场上 还有各个自己单向的大赛经验 包括之前的K1 法国战的比赛 还有跆拳道的世界级的大赛 以及像刚刚提到的 缠斗降服技的各种大赛 可以说是 Jean是一位经历了非常多 大赛历练的女将 在自己的业余生涯时期 还获得过世界的业余战力式的 格斗大赛冠军 而且年龄是28岁 是一位非常成熟的MMA的战将 我看到每次的MMA比赛之前 我们的场面的助理裁判 各位给选手脸上涂上 极少量的凡士林 来确保眼角和颜骨等等的问题 这就是法国选手 请红方选手来自我们中国 中国的女将张维烈 现在上场的是 接着对手 红方张伟 张伟七二四身高是1563 他以前是在河北散打队 是练散打的 13岁就进入这个舞校 然后通过自己的不断的进步 然后成长为河北散打队的 一名这个散打优秀女人 那么他这2012年开始转型 开始练这个MMA 中国格斗 那么在最新几年里面 成长还比较快 获得了2014年 CKF的中国共争霸赛女子的全国冠军 这是一位非常全面的女将 而之前在中国的 中国女将当中 在MMA中国格斗这个领域 呼声很高 在CKF夺得冠军之后呢 张维烈又是不停地在完善 自己的缠斗的水平 是2013年到2015年 是多次获得 中国柔树公开赛的冠军 而且2015年 斩获了亚洲柔树公开赛 女子58公斤级组的 季军和亚军 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那么这场比赛对于 相对于跟自己风格 十分相近的法国选手金 那张维烈能否完美地 给大家呈现一场 自己的昆乐爵首战 我们拭目以待 我感觉今天的张维烈 从战力气来看 她的战绩不如她的对手那个金 金毕竟获得过2015年 台拳道的世界冠军 是的 那这场比赛就要看谁 有着更加全面的综合实力 但是我从双方的肌肉类型 现状来看 张维烈的上升的力量 要好于她的对手金 那么从肌肉类型 我们看着从身高都差不多 一米六三 但从肌肉类型 她的上升的力量要好于一金 好 这就是中国女将张维烈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 基恩28岁 张维烈24岁 身高方面双方一样 大赛经验方面 张维烈有着更多的大赛经验 本场比赛蓝方选手 今年28岁 来自法国 职业出战 三战两胜 曾经获得K1法国战的冠军 2015年台拳道 世界冠军 我的亲爱的亲爱 当时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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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 Jean-François 红防选手 今年24岁 身高1米63 职业战绩8胜3负 一次KO对手 河北省三大竞标赛冠军 2015年 亚洲柔术公开赛 女子无差别几军 欢迎我们中国的女将张维烈 有请常常裁判 来自美国的Sales 欢迎来自美国的美国的美国的冠军 而且双方的非常漂亮的连击腿 刚才她的那个连击腿就是她以前有过散打的基础 你知道 看谁能拿到这个摔法 好 张维烈先拿到摔法 而且呢 我们看到吉恩是想在倒地同时使用一个断头台的进攻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张维烈现在是处于上位处在吉恩的双腿的防守室当中 从立场那边我们从一出场就感觉张维烈的力量也好一对手 果然不舒服了 所以我不会打战略 我尽量打地面呀 是吧 是的 对于双方的技术体系来看 因为张维烈有着散打的背景 也就是说自己在抛摔的方面 摔头方面应该有着更多的经验 双方再次进入战力的缠绑 又是张维烈 扣腿摔 再次把吉恩摔倒 张维烈处于上位 并不着急 吉恩想要去卡紧这个断头台 又想卡紧断头台 你看 但是从这个断头台呢 很难成功 很难成功 因为张维烈在往对的一方来过腿 但是现在吉恩又回去了 从这个位置 如果吉恩的双手能够搭扣 也许能给张维烈产生危险 但是张维烈把头也拔了出来 吉恩的双腿上盘 想要去做张维烈的十字骨的进攻 但是张维烈轻易地防守掉了 张维烈现在在上位的地面 砸拳的进攻 这个他也无法发力了 已经过腿 从这个位置 但是张维烈从侧面压制 而且是一个比较高位的侧面压制 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中国格斗的选手 从这个位置 张维烈刚才用一些的肘肌 来想一步步 瓦解吉恩 好 双方现在 回到中央了 因为刚刚是太靠边了 对 因为在做个动作比赛当中 双方的缠斗是非常大的一个环节 我们看到吉恩在下位的防守是 奋力地想把双腿 充分利用自己的双腿来破坏 处于上位的张维烈的重心 他现在想要腿夹住张维烈的右臂 然后不让你没办法发力 你看没有 是的 现在张维烈想从上位 部署一个十度 撑起 非常漂亮 多次的非常重的地面杂拳 而且面对于金的双腿上盘 这个机会非常好 机会非常好 是的 我们非常少看到女子运动员 有这么强的爆发力 对 在缠斗方面 现在他现在想像我说过枪 要给他顶起来 但是很难 他的力量不够 就是吉恩的力量没有这个张维烈的大 而且在同时张维烈是不停的 用上位的砸击拳和砸肘 想要去尽快的完结对手 吉恩不停的 就是想要去用撤跨 还有起桥来干扰张维烈的重心 甚至利用起桥给自己制造空间 还逃脱 但是张维烈不给他任何的空间 因为这种起桥来看 就我明显就是他从他双一出场 就感觉这个吉恩的力量不如对手 你说你看他之前 我虽然有腰背的腹部的力量 但是他不够 不够 张维烈的缠斗的技术 非常的扎实 对于时机的把握 现在今天有点急了 毕竟打这种MMA 他看来比赛经验确实不足 这是他的第四场 砸拳 不停的砸拳 刚才一个砸拳已经奏效了 差点是由差点造成了明显的效果 现在是被迫转身 今天如果是被迫转身的话 就给张维烈一个后备裸脚的机会 几缺的砸拳 砸拳 不停的砸拳 不停的砸拳 他就今天认为我肯定就砸拳能赢你 对方已经有变成朋友能力 对他比赛 你看吉恩的那个眼睛 又眼部砸肿了 你看眼睛鼓起来就鼓起来 双方的力量对你是有差距 是的 刚才吉恩在下位是不停的 用起销的动作 这种起销的动作呢 一是自己非常难奏效 因为张维烈处于上位 是不停的 大家看到吉恩的右眼的 右眉骨的红肿 而且这种起销的动作呢 让自己非常容易消耗过多的体能 对 被迫转身 一看他就一个力量不足 再一个比赛经验也不足 他不知道怎么如何能解脱 好 张维烈的杂拳非常地重 这场比赛 张维烈一个人赢在他的力量上 他的量确实很大 再一个他的比赛经验 明显好一对手 是的 非常重 你说女子选手中重 非常罕见的这种套法力 张维烈 张维烈 互论决首战首胜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 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 3分58秒TKO获胜 好 要请我们的搏击宝贝 把奖杯颁发给胜者 恭喜张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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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也感谢方说 Good fight Good fight Thank you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